所以方法很多種 對不對 像秀慧姐 秀慧姐還有幫神明做衣服 對啊 因為我爸爸的毛病比較多 年紀比較大了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去請教師傅 師傅說最好可以幫我爸爸 就是下調一些圓氫 藉助 或者是有的人是要來討 一些嚼狀嘛 有的是頁障病 我爸爸的病 大部分都屬於比較頁障病 就是說以前一些冤親在座 要來討的比較多 像這種方式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可以做 衣服給神明穿 神衣 你把衣服給神明穿 然後那個月香火鼎盛 那間樓越興越多人在拜 對我爸爸要消一些 冤親在座的業障比較好 了解那個邏輯了 就是說這個 這一間廟如果很多人在拜 然後你讓這一尊神可以穿 你捐的這個衣服 那相對的很多人的這個運 香火 香火 又有點點光明燈加持的意思 對 像我是無時不刻 會去那個土地公廟 就是我從小拜的那一尊 那邊我第一次吃菜 廚藝食物就是拜我們家那尊 一直到現在我都會去給他關香 捐香讓人家拜 我每次捐的都是用 我爸爸媽媽的名字 對 我們想說廟裡 怎麼拿那個香都不要錢這樣 都是人家捐的 對 那我就會去捐 然後用爸爸媽媽的名字 就有人拿香給我們拜 有人說你頂死人相好香 就是說香很重要 你感覺聽過的人說 你頂死人相好香 香是比較不重要 香是最重要 相好香 只福德嘛 那像前一天 前天啊 前天我就去那個 新莊的地藏王菩薩那邊 然後我去板橋的那個殯儀館 因為那邊有很多人 就是會去登記 我家裡太散了 他沒關差 對 沒關差 對 我就去那邊捐了棺材 我們直接去殯儀館 他那邊可以幫我們聯繫 他有登記 他有登記需要的社福 對 很多人有需要 這個是很大的名字 只要沒有錢可以藏 那我就捐了棺材 然後再把我爸爸媽媽的名字 請問捐一副棺材大概多少 3500塊 這麼便宜嗎 因為它那個是燒的 環保的 那如果土葬的話 土葬就是一個保板而已 真的喔 土葬的話就要3萬多塊 那天我去捐的時候 他說前天有人說 要土葬會關茶 他就太貴了 沒有人要關 我說我留電話給你 他就沒錢 他為什麼還要土葬 就是你跟我媽媽講的一樣 但是有的人死有遺願嘛 我媽媽說你就沒錢 大家還要求土葬 我媽媽也是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說 心願 心願嘛 那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幫他完成也很OK啊 所以我有留電話給他 如果說以後有這種人 你打電話給我 那3500的這個 我就捐了三副嘛 然後再把我爸爸媽媽的名字 不好意思 把你的好事講出來 沒關係 但是也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其實好像都做得到 有機會都可以做好事 所以我再把我爸爸媽媽媽名字 拿到新莊的那個地藏王菩薩那邊 讓他去要去拚 就是要跟爸爸媽媽顏受 去拚報 對 一定要拚喔 像我以前喔 像我捐款喔 我都沒有再給他拿那個什麼 收據 我想要捐了捐了 有時候我們都不用名字 有時候我都用我爸爸媽媽 為什麼要拿那個 那有個師姐跟我講說 你愛他拿 而且愛他先拚 拚說我有做這些 讓那些冤親在主去拚 他就不會來幫你唱 不會來幫你亂 我們可以不要讓人知道 但是我們要去拚給神知道 那你拿了這個收據 去跟神明的時候怎麼講 對 我就說 我是 我爸爸有孤子 我媽媽有伴侶 要就幾年幾月幾何時 住在哪裡 我是野女兒 因為爸爸媽媽年紀比較大 所以我今天要去演習 做一些應徵 做應徵 是 有福德 有應徵 讓那些孤魂野鬼 可以修成正果 他也可以回歸本位 我再去拚背 教授說 大宗王菩薩 你如果有想到 我管這些東西 我就管這些三父 用爸爸媽媽的名字 是不是可以幫助他們兩個 老公公 身體可以健康 媽媽可以健康 不管有幸福病 你要連續有三杯 因為那時候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跪在那邊 跪到我兩天瘋瘋瘋 真的 然後滿地都是我的汗 因為我拚早上拚得很強 拚沒杯 拚沒杯 有人急死了 我很急 我說到底哪裡講不好 然後我又會打電話問師姐說 有哪裡講不好 他說 一定是大宗王菩薩說 你們爸爸媽媽怎麼不來 你跟他說 你如果把他們杯子 要給他研受 爸爸媽媽媽有用 一定會帶他們來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住台東 對 他一定會很納悶說 我爸爸媽媽媽為什麼沒有親自來 這是我自己的心願 我想要給他研受 然後我跟爸爸媽媽就是帶來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我一定會帶我爸爸媽媽來 這樣就泡泡三杯 那時候好急喔 滿地都是我的汗 因為那時候靠中會到12點 而且真的 你真的用心這樣子許下去 那個醒不會出來 我也覺得很開心 一定很開心 還有一個好路 真的